让你过来是开会的 站点赶 过来坐下 我看林凡你也喜欢许诺 看到许诺和沈总表白之后呢 吃醋了 放心 我一定会撮合你们的 毕竟我觉得你们两个呢 更般配一些 不需要 谢谢 曼妮 我刚刚说的 你有什么看法 毕竟你现在是公司的股东 更多时候应该从战略层面 去考量公司的未来发展 很多具体的细节 你就不用势必攻卿了 我觉得是时候 放手让许诺去试一试 你觉得呢 我觉得很好啊 我也想分一点权利给他 让他放手一搏 那就好 没什么事我先出去了 对了 晚上回来吃饭吧 我学了几样新菜 做给你吃 好啊 不愧是老板 亲而易举的就把两个女人 玩弄于股掌之间 为你争来斗去乐此不彼 在下佩服佩服 有意思吗 有意思吗 你觉得很好玩是吗 要不咱俩换换 我不赖 我可没这本事 我想一想就偷端了 那就不要阴阳怪气 冷潮热讽了 赶紧去把许诺找回来上班啊 你自己惹得自己去处理 这件事情我坚决不管 再想告辞 怎么回事啊 明明还有三百箱的 咱们就突然断货了 不可能啊 我上礼拜刚刚去看过库存的 咱们这个系列的每一款单品 都应该还有三百箱的存货啊 是 按理说不应该啊 有人把这些货 花到外地去了 在上海根本就没有 留足这些存货 这一次不会也太奇怪了 咱们在上海销售这么好 如果这些货 突然间断货了的话 就意味着整个局面 都是难以控制的 怎么办 我会一直有人在针对我们 刘经理 这找我干什么呀 为什么把锦翘的产品 不留在上海发到外地 什么 什么叫锦翘的产品啊 我们的产品在全国各地销售 走势各不相同的 在苏州卖得好的 那在上海卖不好 那上海卖得好的 人家广州还不想要了呀 你明明知道上海在推广 航后茶蕊系列 你为什么要发到外部 刘经理 那是新产品 肯定要发到全国各地的呀 这是老规矩的 凡新品上市 全国三千家店都要上架 即使卖不掉 也要摆在那里 充分展示的 你之前已经补过货了 销量非常差 为什么还要继续补 刘经理 刘经理 我呢 只是按照惯例在做事 倒是你哦 除了一心跟着许总弄什么新计划之外 你为什么就不肯 花一点点时间来了解一下公司最基本的业务流程和操作规范呢 对啊 刘瑞 现在没货了你着急 要我说还是你不对 太不注意内部团结了 你说你人缘怎么会那么差呢 要不然这种事 不是早就应该有人提醒你了吗 你要怎么着 好 很好 这可在我在这儿他还能弄不上 这可在他扭的 他吓死我了 走 刘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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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说 别等静点 你现在就找沈总根本就没有用 弄不好他会让他觉得是你们的疏忽 工作能力有问题 那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背着许诺在这儿胡来吧 所以才要赶紧把许诺给劝回来啊 怎么劝 他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说回来就回来啊 你听我说 不管在情场还是职场 面子永远没有理子重要 你是他最好的闺蜜 所以有些话只有你说他才能听得进去 今天很残酷 明天更残酷 但后天很美好 很多人都死在明天晚上 看不到后天的太阳 只有勇于面对才有希望 如果逃避一定是输 所以这个坎儿 不管你是拖还是辣 一定要帮他过 明白吗 好好追他 我听你 你以为我死了呀 你如果真的是死了的话 那就是死不瞑目啊 你说你真的太缺德了啊 我都惨成这德行了 你也不知道安慰安慰我 还拿话刺激我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才是真正的好姐妹 你知道吗 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测试题 人家说了只要做到以下三年 就是一生一世的好姐妹 第一 不打招呼 直接到你家蹭吃蹭喝 是 您除了蹭吃蹭喝 您还蹭睡呢 逢年过节您还蹭红包呢 第二 来到你家超级衣服 不管多贵多薪多名牌 穿上节奏 你还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你也不会觉得不舍不得 咱俩也是啊 好像除了内衣 我们从上大学那会儿就开始了 换着衣服穿 内衣也换过什么记性啊 当然了 最后因为尺寸不行 我穿得太紧 这你也能显摆 不幼脸 我就这点东西 我能不炫耀我 臭显摆 对对对 第三 第三就是能够猫在被窝里面说心事 不管姐妹在外面遇到多么困难 多么糟糕的事情 只要把天儿这么一聊 就能谈笑丰生了 谢了 让你费尽心思 找了这么一大车话来安慰我 其实呢 我没事 妈呀 谁也没事 闲着在家瞪俩四点珠子 也不睡觉 该上班不上班 你这叫没事啊 你别说 在家待了两天 我还得出个结论来 人生烦恼千千万 概括起来不过十二个字 放不下 想不开 看不透 忘不了 顿悟了 论个屁悟啊 我还是放不下 还是想不开 还是看不透 更是忘不了 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我在公司看见沈志泽了 真的吗 她 她提到我了吗 一个字都没提 心情都不好了 而且我还看见她跟余曼妮两个人称双入队 还穿情侣状 我看见我这个恶心了呀 我去 凭什么呀 我一个人在这儿痛心疾首难受得要死要活的 她们两个在那儿甜甜蜜蜜秀恩爱 说的就是呀 所以你就应该放弃呀 什么沈志泽呀 什么迪欧 通通都滚到一边去 我 跟你共进队 不然咱俩拿一冲锋枪再来一回 把沈志泽 迪欧全都给抢回来 省个便宜的给余曼妮了 你觉得呢 说的有道理啊 可是这次这事闹得这么大 我还哪有脸欠人啊 放心吧 我呢 跟小七同行 我们俩已经把这事都给你安排好了 我们都跟大家说这就是一场秀 你只是为了工作所以才这么做的 所以大家会理解你 我想想啊 你想什么想啊你 当然了 我以前嘛 跟你就是哭口婆心 跟你说你是火 她是冰山 你这个火呢 是融化不了她这座冰山的 但是现在已经成这样了 如果我要是你的话 我去把沈志泽嘴了手 然后把她踹 高胆结 根本都不稀罕 多爽呀 这感觉 是挺爽的 可我要是真的把她弄到手了 那我不爱死她了 我还哪儿使能虐得撞她 我这生不了啊 博蝇 你还在这儿磨叽什么呀 赶紧上啊 去 上 加油 加油 同工' ��� 母亲 救命 妈 Dire棄 打imm 你是ną 孙子 打扮吗 呢 你今儿 母亲 说的 放心 我那天把话说得太重了 没关系啊 我明白你是为了节目效果吗 而且确实那期节目网上反响特别好 我去开会了 对了 虽然你是为了节目效果 但我是真心的 而且我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希望你也是 今天我们的会议主题是讨论一下 开发迪欧官方应用的事情 刚才急着的方案 大家都已经看过了吧 有什么意见吗 我看了 我没有什么意见 我有意见 我觉得我们的产品在网络商城 已经卖得非常好了 没有必要再单独开发一个店商 这样劳民伤财效果还不一定好 有什么必要呢 但我们迪欧已然是代理商 就应该有自己的平台 而不是一味地依靠别的销售网站 但我们的客户群是固定的 要是看在店里买了就不会在网上买 要是在网上买了就不会在店里买 这两个渠道完全是此效彼长的 就算我们现在开辟了一个新的渠道 到头来我们的销售总额是一样的 不会增加 佑佑说得没错 所以我们不能把全产品都投入到网络上 做推广 只要平衡好线上线下 渠道上的关系就不会有问题 线上线下是什么意思啊 你听不懂的 先记下来 到时候我有空了 我得想跟你听 我觉得许总说得很对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选择特定的这个产品 然后进行一个推广 如果推广顺利的话 我们就会开辟一条新的这个渠道 到时候我们还可以放一些什么化妆讲堂啊 服装啊 容装搭配什么之类的这些饰品 方便大家在等车或者等饭的时候 可以这样看 这个想法太好了 合理地利用碎片化时间 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地推广 我等一下把这个方案再深入一下 刘经理 你好厉害啊 这碎片化时间又是什么意思啊 小吉野 你答应我的 你会教我吧 那下一期的产品咱们选哪个 你看我干什么呀 我又不同意这个提案 我保留意见 既然在新渠道上吸引新客户 就要用新产品 要让大家在短时间内看到效果 我觉得可以选择韩后系列 好主意 韩后的茶蕊系列这个新产品 本身就是针对女性的 她的整个年龄层段 跟网民也是非常相似的 到时候用韩后的这个BB霜 它本身有这个提亮肤色的功效 你弄就好了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用 现实抢购的方式 一分钟涨一块钱 因为消费者就是这样 越是抢着买的东西 就越觉得好 好主意 开启服务会是来自卖场的 果然最懂得消费者的心理 一般选择BB霜的用户 都是脸上有些瑕疵的 那么我们在BB霜 配上茶蕊护理套装 这样促进连带销售 记者 这次一定要找最好的公司 来试剂页面 这就跟给女人化妆一样 能不能一见钟情就看她了 你放心吧 我不仅会让人对她一见钟情 还要让人对她欲罢不能 从那个时候起 她就封闭了自己的情感和内心 我希望她能够走出来 能够放下那段伤心的往事 在看什么镜头认的东西啊 没关系 都是男人嘛 懂得 对了 这个 阳光食堂晚上就要完工了 你签个字 我好跟他们结尾款 一个员工食堂你这么重视 许诺不够随口一说 至于吗 这是我答应她的 我只要做到 才刚在节目上把她损的体无完肤 我现在运用这种方式来跟她示好 你怎么想的 好的 这个方案要做细一点 准备工作要充分 我特地在网上买了一些大逼 我觉得这些人的推荐 肯定要比刚注册的水军更有说服力 你果然是做销售的奇才 一点就痛 你真过奖了 虽然只跟了您半年 但是真的 我在您身上学到太多的东西了 我得感谢你 还有 之前一直没机会说 上次的事情还是要谢谢你 在那种情况下 你能够站出来为我洗白 真的挺不容易的 我只是做了 我觉得我该做的事 要是不那么做的话 我自己心里都过不去那个坎 刘锐果然没有看错愿 对 刘经理能力挺强的 我挺佩服她的 你别看刘锐 表面上像个女汉子一样 但其实内心也注视一个小姑娘 也是渴望被爱的 那个 皮特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啊 是啊 皮特为什么会这么做 我觉得肯定也是受人指使嘛 也是 小竹子也有小竹子的悲哀 所以像她这样的不到万不得已 我是不会动他们的 明白了 好好做你的方案吧 只要做好 策划不经理就是你的了 我没想那些 我只是图着干实事 长本事 不用想那些虚的 只要做好了事情 想要什么都有了 好 去吧 谢谢 谢谢 我帮你试探了一下小吉 我觉得这事儿有点悬呢 你看啊 这个线上呢 说的就是网络 线下呢 说的就是咱们平常说的 专卖店啊 商场啊 超市啊 这些实体渠道 这渠道是什么意思啊 简单点来说呢 你看一个商品从生产出来 到消费者手里 同间呢经过这些什么 代理商啊 批发商啊 走到的渠道 然而呢 离消费者最近的这个实体店 就叫终端 终端 小吉 你会不会觉得我太笨了呀 你没接触过这些 没事的 待会儿给你开个书单 好吧 你买这些书看一看就明白了 开小赵呢 办个班得了没加我一个 那经理你怎么回来了 怎么了 我回来爱你俩事了 刘瑞姐 是因为我很多专业知识不懂 所以我请小吉帮我补补课 但往往他跟我说的时候 我能明白 当过一会儿我自己一想 就还是不明白 那是 干什么事都得有一个过程 你这比如说 猪也不是一下生就能长出火腿 卖顺也不是一下就能变成面包的 不管怎么样 这荔枝也是包了皮儿才能吃 坐下 坐下 刘经理跟你开玩笑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呀 人呢 不能太着急了 就像咱们小时候背课文一样 有时候 有一篇课文特别难背 你死记性背怎么也背不下来 但是有时候放下书本 出去转一圈回来 说不定很快就背下来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不能操之过急了 要慢慢来 我好像明白了 小吉 刚说的这个线下包括什么 真的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各位同仁 可表证大家在第一季度做出的奴隶 沈总特意将这间阳光餐厅 送给大家当作礼物 今天起我们不仅可以在用餐的时间 享受到各种的美食 还可以随时来此放松心情 充分体验上班时间的快乐 其实这个构想呢 是许诺提出来的 她认为我太严苛 只会压榨员工的生产力 你们也这么想吗 你看 我一直认为只有在欢乐 愉悦的环境底下 一个人的智慧跟能量 才能发挥到极致 所以我同意了她的构想 我现在正式宣布 从今天开始 港湾餐厅正式开张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以后大家工作之余呢 可以上来放松一下 另外一件事情 从今天开始 总部废除上班打卡时 你们不需要对时间负责 只需要对结果负责 我希望这样的制度 可以激励大家 让我们一起努力 把迪欧打造成一个传递美丽 跟快乐的王国 太好了 我们一定可以的 加油 各位请享用吧 各位请享用 真好的日子 还不喝一杯 谢谢 谢谢什么 我随口一说的提议 你居然变成了现实 我很开心 只要对公司好的提议 我都会采纳 好 现在上海的销售业绩这么好 刘锐功不可没 我建议晋升刘锐 那是你的职权范围 我没有意见 可是如果晋升了刘锐 那就意味着某人要降职 某人和某人又要联系在一起 这一升一降 又会风波不断 只要对公司好 我支持你 好 还有个事情我要问你 说 上次你说 我的衣服 妆容 配饰 跟我的年龄气质完全不相符 是真的吗 我已经解释过了 那是为了节目效果 我或许是不怎么会打扮 但我脑子不傻呀 好吧 你要愿意装就继续装吧 我不扯扯你 宇总 我看许诺这回要搞政变呀 她要真把销售部和策划部都给把控住了 那我们的筹码可就没多少了 做梦 做梦 余总 这是刘烈的精神材料 请您签字 帮她吧 一会儿我自己跟沈总谈 怎么 我说的话你听不明白是吧 明白 那我先走了 沈总 娄叔刚才来找我 让我签刘瑞的升职报告 我没签 许诺上个月才晋升级折 现在要升职刘瑞 这样不太合适吧 这是正常的人事任命 没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不止我一个人这么想 大家都这么想 在许诺的职权范围以内 是可以任命中赞主管的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 还是要尊重她的意见 撇开许诺不说 沈总 你认为刘瑞她怎么样 刘瑞在面试的时候 就是最优秀的 经过这段时间的证明 她的确有这个能力 坐这个位置 所以我认为 没有问题 那李楠呢 在职场里面 优胜劣败 适者生存 这种真诚 在职场里 讲法则也讲感情 李楠大学毕业以后 就加入迪欧 跟着我们这么多年 从底层做起 从北京到大连 杭州到上海 辛辛苦苦才坐到 营销经理这个位置 你现在为了一个新人 要把她换掉 你太残忍了吧 我不想听抱怨 如果你有解决问题的方式 我息而共丁 这是我的申请 你要升李楠当副总裁助理 许诺有资格升降员工 我想我应该也有吧 你说沈总她不会变卦吧 我跟你说她要真变卦了 我这次真不干了 你放心吧 沈总答应过我的 不会轻易变卦 可是这于奶奶 为了以难的事情 在她办公室 待了这么长时间 到现在都没出来 我肯定是有点炫 就她会讲 我不会讲吗 你别这么冲弄 咱们得想想怎么说 什么怎么说 成就成不成就不干了 一天到晚纠结在这些破事上 烦都烦死了 沈总 沈总 销售体系才刚刚整顿完 上海的业绩也才提升 这个时候销售团队的核心负责任 至关重要 在这个问题上 你不能讲人情 否则我没法干了 这是你跟沈总讲话 应该有的态度 我是来做事的 不是来攻斗的 明了一套 暗了一套 我做不来 谁跟你攻斗的 两位 你们都是公司的高管 请拿出一点专业的态度 余总 你的提案我已经通过了 你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没了 什么意思啊 他什么提案你就通过了 那刘瑞怎么办啊 你让我怎么跟销售团队交代啊 到头来 我这个营销总监 除了给公司救急扑火之外 正常的权力一点都没办法履行 我觉得你太激动了 我激动 那还不是让余曼妮给逼的 我希望你在任何时刻 都能够保持冷静 保持专业的态度 刘瑞的升职报告 你签了 你不早说 害我白激动 开清了 也别高兴得太早 你再看看这个 副总裁助理 这什么职位啊 公司的组织结构里有这个职位吗 你一个总裁都没有助力 他一个副总裁凭什么配助理啊 再说了 我们累死累活 让业界翻了一番才升了一级 他理难做什么事情啊 除了扯后腿捣乱之外 他还做了什么呀 累不累 口渴了没有 去喝杯水 沈总 做企业领袖要杀罚决断 不能总是当何时老啊 你现在是在教训我 但凡 你把对我的狠叫 用一半在管理上 公司就不会有问题了 余总这个提议 是给丽楠保全面子 对公司的实质经营 没有任何影响 对你的工作开展 也没有任何影响 企业领袖的确是要超划决断 但是也要书中平衡 我说过 职称对我而言 没有任何意义 我就当 公司给他一个闲差 提前付他对求金 我有这样的毒量 我希望 你也要有这个毒量 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没有 麻烦你 帮我把这两位文件 拿到人事部局 然后去喝杯温水 谢谢 刘经理 到吴秀时间 我们先吃饭去了 好 好 刘瑞 恭喜呀 圣识吗 没什么好恭喜的 只不过是迟到的盘中之餐而已 饿劲都过了 想兴奋都兴奋不起来 你这是对李楠的任命不满呢 想开一点吧 这明显是老板的折中之觉 副总裁助理 这名字听得虽然好听 但是大家都知道 是碍于某位同学的面子而已 没什么实际作用 还是你好 公司有史以来 最年轻的高级部门主管 掌管着全国的销售团队 想想就替你高兴 你真替我高兴 那当然了 我还给你带了礼物呢 恭喜你啊 你偷偷摸摸在这儿干吗呢 你们俩别闹了 你傻呀 没看出来小级经理 在跟刘经理施爱呢 别闹了 你们俩赶紧吃饭 礼物都拿出来了 那我们要一起见证 这个神圣的时刻 谢谢 赶紧吃饭去吧 我不建议啊 您可以单机过家 或者收集过家都行 你也别闹了 赶紧收起来吧 那我现在要打 别别别 现在别打开 回家看吧 好吗 打开看看呀 打开呀 我来 我来 我给你们拆 你俩真是心有灵犀啊 上回刘经理给小级经理 送的也是一个钱包 对呀 上回刘经理钱包里 放了一个照片 我猜这钱包里 工资卡 别别别 你别打开别打开 看一下嘛 这不是上回刘经理 送给小级经理的照片 你一直在打开 我我俩还没吃饭呢 我 我坐了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他们会过来闹 我本来就想偷偷还给你 我不想伤害你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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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我错了 你干吗 你干吗 我现在就是要用实际行动来告诉你 你是我的 不要跟我玩什么欲擒故纵的把戏 还有 我告诉你 我送出去的东西永远都不会收回来 东西是一样 感情也一样 姐姐 要不然这件事咱再商量商量 你要欣赏人了 那确实是想什么有没有跟你说呢 确实 现在是九月十五号下午三点二十二分 记住你刚刚说过的话 三个月以后你一定会为你说过的话 付出一定的代价 代价有没有那么夸张 付出什么代价 就是你的欣赏人三个月以后 他一定会把绿茶表的外档给拖下来 而你 作为他阶段性的人物 一定会被你一脚踢开 说得太过分了 弯弯那么单纯一姑娘 你说人家是绿茶表啊 你这是人身功绩 走儿瞧 来 我们庆祝礼南升职 恭喜南姐 谢谢 是林总祝 恭喜恭喜 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怎么了 山姐 不高兴了 这事多大快人心啊 你看许诺废了半天劲才把刘瑞拱上去 咱们余总一出手 南姐成总助了 爽 你懂什么呀 你们在办公室当然无所谓了 可是我在销售一线呀 那个刘瑞做事丰坑跟许总一样又麻又辣 现在她一上位主管全国销售团队 想想我就头疼 我以后是没有好日子过了 放心吧 让他们再得意几天 等许诺下了城台 刘瑞和吉喆都发挥不了作用的 余总就是霸气 你通知人事部 做好大规模的人员储备 每个职位都放大三倍 赵总 咱现在团队应付得来 虽然公司刚进了一笔钱 但也不至于浪费吧 你懂什么呀 如果法国的业务谈下来 就算三倍的人员都撞不起来 法国的业务 你那边什么情况 电商的案子搞到吗 还没有 不过有了新情况 余曼妮要对许诺下手了 美妆社的推广效果十分明显 我们的业绩直线上升 法方对此十分满意 把原来只放在欧洲销售的高单商品 现在愿意签给我们 所以接下来的工作重点 就是怎么样复制这个模式 然后朝全国推广 大家对此讨论一下思路 我建议我们马上召开一个 全国规划代理商售卖会 把我们上海的成功经验 以及许总的新方案 一起推广出去 我同意 许总 我也同意 那我们就在外滩找个酒店办吧 法国最近跟我们签约的高端产品 是活取水系列 我们可以主打水的概念 我觉得不需要在上海做 因为毕竟上海业绩这么好了 我们应该向外省发展 让外省知道我们公司 对他们的诚意以及关照 没错 余总说得对 我们护航两地的产品 都是公司职贡的 所有的卖场也都是我们自己管理的 所以不需要代理商的运作 真正需要代理商运作的 应该是外部地区 说到这儿呢 外部地区能力最强的经理就是白总 如果搞定他的话 我们就相当于搞定外部地区了 这样一来全国就都顺了 所以我们建议啊 这一次订货会订在苏州 最合适不过了 这个是可以考虑的 北京呢现在正值业绩爆发期 人员严重不足 我们运营部和策划部实在抽不出人手 来负责这个订货会的事 所以呢我建议 订货会当地接待的工作 交给苏航地区的经理尹娜 这样大家就都轻松了 我又被代表了 我反对 即便这次的订货会在苏州召开 那是一次全国性的会议 对抵欧来说是一件大事情 如果全权交给尹娜来处理 我觉得不太稳妥 许总的能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从营销到宣传 势必共亲 现在连开组织会议都要亲自插手 许总真是辛苦了 不过你不要忘记 迪欧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作为一个好的领导 你要适当地给其他同事机会 这样吧 订货会的形式和要求 许总也尽管提 但是具体执行交给当地的尹娜 策划部负责协助 这怎么了 怎么精神还打不起来了 不会是因为刚刚开会 没跟你说话你生气了吧 当然不是了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那你干嘛掉了张脸啊 我是觉得呀 这次订货会的事情有点蹊跷 你说沈总刚一提出来 连我都还没有成型的思路 他们就一搭一唱地 给安排到苏州去了 好像早有预谋了 哎呀 在这个公司工作呀 真是能把不疯的人逼疯 把疯的人逼得更疯 把你这么强大的人逼得 现在都已经有被害妄想症 这可砸着 你觉得是我多心了 我也不知道 不过这事闭着眼睛想的 都知道这活不好干 你说当地的安排 本来是尹娜做的 但是结果却要你来负责 你说她要这么着急 把我们调出上海 该不会是另有打算吧 这样 你留在上海盯着李南和皮特 我带着曲弯弯和吉喆 去苏州准备订货会 你带曲弯弯干嘛呀 她能干嘛呀 你带曲弯弯干嘛呀 你带着很多朋友 你带着这个太肢 都找了一些 对方说的 真的假如 不说 快选择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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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